第38題 有夾一柄三個不容於水的固體 其質量和體積如下表所示 若三者同時投入水中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那麼我們曉得 如果物體的密度比水來的大 它就會沉下去 它的密度如果比水來的小 它就會浮起來 那麼我們密度的公式是d等於v分之m 所以我們就曉得 我們夾的密度呢是1.5 它比水大所以它會沉下去 乙的密度呢是0.8 比水小所以會浮起來 那麼丙的密度呢是0.75 也比水小所以它也會浮起來 所以呢我們的諸選項說以為成體是錯的 那麼乙的密度比水小 它會浮起來 那麼再來我們要計算了浮力 那麼假設成體沉下去 所以它全部的體積都在意面下 所以浮力一定是意面下的體積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它全部都排開了 所以排開20 一體的密度是1 所以呢 假的浮力是20克重 那麼乙跟丙是浮著的 所以它的體積並沒有全部都在水裡面 並沒有全部排開水 所以我們不曉得排開多少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曉得如果是浮體的話 有個公式叫做浮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那麼所以乙呢是10克重 所以呢乙的浮力就是40克重 那麼同樣同樣的道理呢 丙的浮力等於物重 也就是60克重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的浮力的大小呢 應該是 丙 大於 乙 大於假 所以我們又發現呢 我們的選項A 是對的 B跟C是錯的 所以第38題問我們說 若三者同時投入水中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要答案選的是A 浮力呢是 丙 大於假 大於假 阿 谢谢大家